流浪狗生了六只小狗仔 为了让它们都活下去 主动给两只小狗招主人 旅馆老板娘最近总是听到自家地板下 传来小奶狗的叫声 问题是它根本没有养小狗 它将家里翻了个遍 终于在一处空隙 发现了两只小奶狗 是谁将它们放在这里的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们将目光锁定在这只白色的小狗身上 这是山上景点里的网红狗 不仅长得可爱 还非常有礼貌 从来不会对游客表现出任何攻击性 完全将游客当成了自己的一世父母 不少游客都是专门为了这只小白狗 才来的这处景区 不管游客喂给它什么食物 小白狗都欣然接受 冲着对方欢快地摇着尾巴 表示自己很喜欢对方带来的食物 如此乖巧的狗狗成了景区的活招牌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 游客们都发现这只小白狗 似乎有点不对劲 以前它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上心 将头为它的游客一个个护送上山顶 和游客亲密互动后才会下山 这几天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虽然还是对游客投喂的食物全盘接收 但在和游客互动的时候 明显有点心不在焉 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做 一位好心的大姐 就住在这景区附近 经常投喂小白 经过仔细的观察 她发现小白可能是怀孕了 小白最近有些胀态 每天都只显得非常疲惫 或许是因为要照顾孩子 有些力不从心 好心大姐想要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心大姐观察了好 好几天终于锁定了这家旅馆 她想知道小白为何频繁出现在这旅馆附近 于是找到了旅馆的主人询问情况 老板娘看到小白的照片后表示 这并不是自己养的小狗 只是她经常来自家附近玩耍 自己也会给她喂点食物 一来二去和她也熟悉起来 最近老板娘也遇到了渐烦心事 她总能听到自家地板下有小狗的叫声 但自己从来没有养过狗 老板娘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在好心大姐的帮助下 老板娘在地板下找到了两只小奶狗 好心大姐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小白的孩子 她告诉老板娘 小白总共生了六只小狗仔 四只在山上 或许是每天照顾这四只小狗 就已经耗费了她大量精力 她只能选择将其中两只身体 比较虚弱的小狗送给人类照顾 只有这样 她的孩子才能全部活下去 老板娘听到后十分震惊 同时又被小白的母爱所感动 小白每天出现在旅馆外 可能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孩子过得怎么样 老板娘对他们好不好 小白的遭遇让人同情 老板娘说自己和这只小狗也算是有缘分 当即决定收养小白一家七口 将小白和孩子们一起送往宠物医院检查身体 确保他们都没有大爱后 老板娘将小白一家接回了旅馆 小白以后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去景区讨要食物